OK 欢迎大家又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 我们想讲一下相对的一句来讲 比较热门的一个减脂方法 我个人呢是不支持这种方法的 那这种方法名字叫什么呢 叫 Intermittent Fasting 那么所谓 Intermittent Fasting 其实就是间歇性进食 那么这一期视频 我们先会从它的定义来讲 然后到它进食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做一些进食 然后到它是否有效 间歇性进食的定义就是说 在一定的时间段 你是可以吃饭的 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情况下 你是不摄取任何卡路里 也就是说不吃任何东西 但是可以喝水 间歇性进食它有很多种方法 那么这一期视频 我们会以16比8的一个方法来讲解 所谓16比8 也就是说在8个小时内 在8个小时内 你是可以摄取你的食物 然后16个小时 是完全不摄取任何卡路里 间歇性进食呢 它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这一个时间段 以这个方法为例子 这一个时间段 8小时你可以吃 16小时你完全不能吃 可以喝水 那么在你吃的过程中呢 食物的选择不重要 你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比如说你12点钟 开始吃你的第一餐 中午12点钟开始吃你的第一餐 然后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然后到晚上8点吃你的第二餐 也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可能吃个两餐吧 总共一天下来 然后剩下的16小时呢 你是完全不摄取任何卡路里 这就是最基本的定义 它最重要着重的就是时间段 而不是吃什么 这是它的间歇性进食的定义 那么fasting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一天当中有一段时间都是在进食 就是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比如说一天你一般人睡至少8个小时 或者更少的时间 那么七八个小时吧 七八小时中间呢 你是处于睡眠状态 这时候你的身体是完全不会摄取任何卡路里的 也就达到一个进食的时间段 但是间歇性进食它所要强调的就是你把你的进食的时间段提高 比如说像10个比8的方法 就是16个小时进食 8个小时吃饭 然后它是否有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是三大主要功能物质 碳水 蛋白质 还有脂肪 当你身体是处于进食的状态 碳水是不会没有摄取的 蛋白质也是不会摄取的 脂肪也一样不会摄取 因为你是不吃东西的 所以没有能量来源 那么这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说 那我要提供能量让你活着 但是你又不吃饭 那我身体该怎么办呢 当你摄入碳水以后 它会化成 也就是糖类 蛋白质下来是氨基酸 脂肪下来是脂肪酸 但这些我们暂且先不用管 那么你的糖类会流到你的血液里变成血糖 然后你的血液会把这些糖分带给你的细胞 从而提供能量 但是有一部分的糖类 它会到你的肝脏里面去 因为这时候你没有摄取任何的功能营养 所以说你的肝脏里面的糖分 就会被取出来 运送到你的血液里面 供你的细胞产生能量 当你的身体检测到说 你肝脏里面的糖分 都已经开始不足的时候 它就会去找你的肌肉 你身体的肌肉燃烧你的蛋白质 然后你的蛋白质也会通过某种形式变成糖分 输送到你的血液 带给你的细胞提供能量 然后这时候你体内储存的脂肪 作为唯一的功能物质 也会开始分解 所以说在整个间歇性进食的情况下 你储存在气管里面的糖分 被拿去消耗 你的肌肉也会被消耗 你的脂肪也会被燃烧 比如说间歇性进食它是否是个有效的减重方法呢 答案就是是的 你如果用间歇性进食的话 你一定会掉体重 为什么会有人用这种方法 然后他的适用人群是什么呢 第一平板模特 他们常年累月都需要保持在一个很低的体质 平板模特这个工作 他们可能没有很多时间吃饭 好不容易有时间吃饭了 他们也不会在乎自己吃什么 但是他们又需要保持很低的体质 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选择这种间歇性进食 对于正常人来讲 我不建议大家去选择间歇性进食的方法来减重 如果你可以通过合理安排你的饮食 并且有时间锻炼的话 我肯定会建议你们保持这种做法 来达到健身减脂保持身材的目的 OK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用几分钟时间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间歇性进食 它的一些定义啊 适用人群呢 然后总的来讲 总结就是不建议大家使用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呢 或者反对我的观念的话 可以下方评论 然后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观看